曹军戴上墨镜应对刘军的金光大阵 可下一秒对面就伸出一只狱卒 接着从缝隙中走出数位绝世美人 兄弟们差点就把持不住 还好将军大声呵斥稳住了军心 不费一兵一卒便人间敌军 此计妙哉妙哉 诸葛亮不愧是兵法大家 不宁痛击了曹军 还派奸细将曹营的旗子换成曹狗 曹操气得气笑声烟 于是决定花高价请杀手暗杀刘备 看到这么不着调的老头 手下悄悄提出质疑 被老头听到后 他就拿出一把左轮对准脑袋 大家顿时看呆了 手下赶紧抓过他的手包扎 当他嚣张地把枪插进东西 左轮意外走火把他地打断了 大家不用紧张 他一两拳的东西 你不懂我 你不是有个神医华旁吗 麻烦叫他出来跟我做手术 刚刚打中我 就是华佗 然而这并不影响他的实力 打死我 由于刘备拖欠包租婆的房租 要是他被暗杀包租婆可就收不到钱了 于是双方即将展开一场大战 没想到他们还请了多外援 下一秒小女孩竟然变身功夫熊猫 并且冲上云霄准备施展如来神掌 随着火球越来越近 火云邪神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火烧赤壁的日子也不渐逼近 孙上香混入曹军记录了很多军事机密 他先将外套脱下 然后把裹在身上的文件逐渐只录出来 关羽拿出望远镜仔细研究 刘备则用手机记录下来回看 张飞就更离谱了 而曹军每个人走路都得跟随船体左摇右晃 从此袭得水性克服了运船的短板 曹操觉得要是遇上强风还是不保险 于是又让手下将所有船只连位一体 原来此空袭非比空袭 只是一群杂鸟罢了 借刘军用草船吸引曹军攻击 成功借到了大把的箭矢 现在只差东风就能将火箭送入曹军阵营 于是诸葛亮准备做法借东风 没想到黄将军却对他看不惯了 而此刻曹操正卧躺在床上 让残疑人华佗给他诊断身体 突然他发现曹操不见了 原来曹操发现两个鬼鬼祟祟的小兵 男人说他是来送美女的 曹操一高兴就让华佗带出去领场 现场顿时只剩下两个孤男寡女 月光补合拿来 月光补合拿来 你以为我不会吹蜜唇 什么来的 在火魂邪神那里偷你 而此时东风已至 伴随将军的口令 所有火箭齐齐射向曹军铁索向你的船只 至此曹氏集团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败仗 男人刚穿越成为赵子龙 便凭借一手狡气击溃曹军朱 眼见又杀来千军万马 小阿斗竟主动请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回赵子龙直接解除阿斗的封印 在童子尿的高压之下无人能挡 这一战直接封神 随后他把阿斗带回了营地 兴奋地准备向刘备请公 可万万没想到居然跑到曹营来了 于是他急忙改口说自己是来投降的 生性多疑的曹操哪里会相信 随即便让手下搜身 一大堆物品掉落下来 可曹操偏偏看上了他的月光宝分 男人焦急地说那是用来加笔毛的 没想到曹操浑身都是反骨 最后甚至要让赵子龙带着阿斗回去 军师上前劝子 曹操一句话就给打发了 欲擒先中 拿三大奶粉给他 你都知道哪个牌子的了 明白 终于带着阿斗回到营地 无数百姓只想求赵子龙签名 没想到关羽也跟风凑过来 喂 如果我帮妹妹仔拿钱名 妹妹仔 你欠我这么多钱 这大片带你快让我收拾他 快 子龙借口说下次再还然后跑了 借着一个卖小黄叔的向关羽推销 这回子龙确定阵营没错后 就把阿斗递给刘备 没想到他顺手就把自己儿子扔了 等子龙讲营救阿斗的艰难过程后 刘备赞地点了点头 接着将他最宝贵的东西赏赐给了子龙 夫人 是 去便选 哇 这根草鞋 锄头草鞋 这些都是刘备耗尽心血研发出来的 哇 窝到敢做人打仗 大胆 你这么说 分明是妖联军 随后刘备说他决定与西域势力结盟 前后加击痛打曹军 有人询问不会英语怎么沟通 于是刘军从此和西域结为盟友 成为三国中最强大的势力 刘军中从来不乏作死之辈 一个将军手仰扔炮杖完 竟然把阿斗从厕所炸了出来 当诸葛亮和黄将军看戏时 原来包租婆是来催租的 刘备平时兼职卖草鞋的钱根本就给不起 于是黄将军承诺打赢曹军后肯定有钱交租 包租婆却嘲讽他们钱都没有还学人打仗 这可把黄将军气到了 当即就鼓舞士兵喊出了震耳欲聋的口号 打赢曹军 要求干净 打赢曹军 要求干净